假設我們把新竹園區變成一個財產法人 在海外設點 就新竹園區印度班加羅爾分區 那大家不敢欺負他 因為他背後有台積電 有聯電 很多這種公司對不對 他欺負了當然以後不來了 就是跟他們利益攸關的時候 你要創造出這個價值 你好 歡迎收看導讀戲劑圓 我是主持人子祥 DUTIMES總是長激電時報社長黃清勇 在年初出版的最新立作 決勝戲劑圓 這個節目我們將會有每集一個問題 帶你認識這本書 結構2030年半導演產業的行語是 也請我們的黃社長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朋友們大家好 好 那社長在書中的最後一章 也是總結的篇章中有提到說 印度可能會是下一波飛躍成功的國家 那台灣政府甚至可以來考慮 在海外設一個族客的特區 讓兩國有一個更深度的合作 那以台灣的經驗幫助印度的話 帶動印度成長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何用印度的成長來翻譜 為台灣本身的成長呢 我們必須知道 這行業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 一開始是個人電腦 對不對 然後是手機嘛 現在進入到物聯網 車聯網 很多新的產品 多元化的產品 以前全世界的半導體零件的需求 是由品牌大廠決定的 HP Dell Apple這些公司 來做很多的決定對不對 你會發現最近幾年 有一種公司很重要 雲端服務的公司 對不對 Tech Giant 比如說Amazon Google Microsoft 他們開始有自己研發的晶片 到下一個階段你會發現說 印度現在有超過100家獨角獸公司 他們會從Local的Demand 去創造出很多可能應用的需求 所以差異化的機會比起來很多 所以大家知道 2023年為止 台灣大概有5萬7千個IC設計工程師 印度也有5千7百個 5萬7千個 但是台灣占全世界市占率是18% 為什麼印度是零 因為印度沒有本土市場 什麼叫本土市場 台灣的本土市場叫鴻海廣達人保尾創 因爲打合作對不對 這些公司創造了很多半導體的需求 印度很少這種公司 所以他沒有經濟規模 他沒有運籌體系 他也沒有我們文業 沒有我們大連大眾 這種零件通路商他也沒有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看到 印度短期間之類 要塑成很困難的地方 好 那第二個問題說 那印度要不要去 當然要去為什麼 2035年的時候 全印度的40歲以下的人口 會比中國多3.8億人 40歲以下的人 所以他們都是年輕人 好 現在印度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 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好 他可能是第二大 第三大個人電腦的市場 他可能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的 汽車市場 那你認為我們不用去印度嗎 好 如果年輕人在那邊 市場上去那邊 第三個他是全球唯一一個 可以比較像中國 差異化參與很多的地方 是 所以大家如果常去印度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印度街道好像什麼車都有 三輪四輪 五輪六輪好像都有 就是很奇怪的拼裝車都有 對對對 就他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 所以他多元化的商機 從最便宜的手機 在最貴的手機他都有 好 所以我一個印度朋友 就告訴我 他說印度不是個窮國家 印度只是個窮人很多的國家 這兩個不太一樣 好 有錢的人還是在有錢 窮人是很多 但印度的窮人越來越少 好 所以我們對印度的理解 印度當然不容易經營 大家知道 全世界難經營的開發中國家 不是只有印度啊 你要不要試試孟加拉 你要不要試試巴基斯坦 對不對 你要不要試試 奈及利亞 他們都上一人 蘇丹尼也上一人啊 你要不要去 所以都很難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的方法是什麼 你可以找local的人合作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經營這麼成功 你要去看他們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對不對 知道了 我們有時候跟大陸的公司合作 或者我們獨立經營都可以 每一個公司根據他自己的條件 需求來決定他的戰略嘛 好 那政府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把我們新竹園區複製到海外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跟很多國家 並沒有真正的外交關係 所以台商會不會怕被欺負 會啊 對不對 但有一種人不會被欺負 就住在新竹科學園區的人不會被欺負 我只要告訴別人 我是新竹園區的 假設我們把新竹園區變成一個財產法人 在海外設點 就新竹園區印度班加羅爾分區 那大家不敢欺負他 因為他背後有台積電有聯電很多這種公司 對不對 他欺負了當然以後不來了 就是跟他們利益攸關的時候 你要創造出這些價值嘛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個政府機構 沒有人理你 台灣的問題就是這種問題 台灣因為這種問題說 我們必須要更聰明的解決問題 所以台灣為什麼一直接OEM訂單 因為台灣的眾生國內市場太小啊 第二個 我們也沒有這種國際的知名度視野去經營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最近有一個科技的朋友在講啊 我就講這個事情啊 台灣搞軟體很累啊 為什麼 軟體是霸權的國家 是 霸權國家才有的 AI也是啊 所以這些都是 你要去挑戰霸權國家的地位的時候 你要付出的代價很高 你要有足夠的能力 社會條件要對 好不是你抱負平和 你想幹嘛就幹嘛 不是 你選擇最有力的策略 創造最高的價值 那個就是產業國家經營 戰略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跟布局跟想像就是 就是用台灣科技的力量來幫助印度 然後把他能力擴張到更多的國內去 然後同時讓印度的成長來帶回台灣的一個發展 雙贏 所以我們也協助印度不要犯錯 好 趕快把那個印度當地的足夠的市場需求 零件的需求定義好 他們到底需要什麼產品 那我們怎麼去配套 那這個就是做生意的方法而已 是 學習台灣的經驗 謝謝社長 以上就是本集導作新的內容 決勝七機緣是黃金勇社長的最新立作 帶我們一起認識從貿易戰到科技戰下 半導體產業八強競爭版圖的重構與挑戰 目前決勝七機緣已經在各大東路熱烈販售中 也可以點選下方資訊欄的購買連結 查看購買页面與最終黃金勇社長的粉絲專頁 好 導作七機緣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展現了 橫,在十字幕,按照片ые正確 我們下課會 有素插,可戀 entender 我們下課會 限時 我們下課 ever 我們下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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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課會